11月14号静下江白隔燕四湖泄流洪峰过境西藏 因洪峰水流量大水流湍急 导致318国道西藏盲康县境内 约两公里道路被淤泥覆盖 平均厚度约两米 部分路基开裂情况十分紧急 当地驻藏武警部队 及时启动抢险救援应急响应机制 对被淤泥覆盖的道路进行清理 并且帮助受灾最严重的盲康县 海通沟竹八龙乡群众 转移物资和排查安全隐患 由于川藏交界处的金沙江大桥被冲毁 目前这条最主要的进藏公路中断 武警官兵正在协助当地政府 做好交通管制工作